嗨,大家好,德里斯菲先生,我是Jason 手機內建的來電鈴聲就有相當多的選擇了 但除此之外,我們可能會想要使用自己喜歡的音樂來當作來電鈴聲 在自訂來電鈴聲的部分 Android一直以來都相當簡單 只要將MP3這類的音樂檔放到手機裡面 就可以到設定裡面的聲音與震動的選項 挑選剛剛放的音樂檔來當作來電的鈴聲 而如果用同樣的方式將音樂檔放到iPhone裡面 是沒有辦法直接拿來當作來電鈴聲使用的 必須還要透過Apple推出的Garage Band這個音樂製作App 才能將音樂輸出到iPhone當中 當作來電鈴聲使用 但是這個音樂製作App 如果只是要拿來製作來電鈴聲 說真的,它的介面太複雜了 再加上iPhone的螢幕也不大 所以使用起來並不是那麼順手 好在不論是iPhone或者Android 都有好用的鈴聲製作App 可以幫我們簡化設定的步驟 並剪輯出一個合適的長度來當作來電的鈴聲 首先是iPhone的部分 我們可以下載一款叫做手機鈴聲製作App 而Garage Band呢 因為它是用來輸出鈴聲到iPhone上面的 所以它還是要下載下來 接著打開鈴聲製作App 點右下角的更多 選擇從文件導入 從這邊挑選音樂檔加入到列表 接著點一下列表上面的音樂 就會列出更多的選項 點選剪裁就會進入編輯介面 在這邊可以大範圍的調整音樂的長度 或是也可以使用下面的微調按鈕 上面會列出目前的鈴聲長度有多長 iPhone的鈴聲最多就只能30秒 所以也不需要剪輯太長的音樂 另外也可以增加音樂彈錄彈出的效果 讓音樂不要一開始聲音就這麼大 剪輯完畢之後按下右上角的完成 回到列表就會發現多了一個剛剛剪輯好的音樂 點一下前面的播放按鈕試停一下 如果確定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點選製作鈴聲 接著將這個音樂分享到Garage Band的App上面 然後在Garage Band的App上面 直接長按剛剛分享過來的音樂 在上面點一下分享 就會出現三個選項 接著選擇中間的鈴聲 在這邊可以將鈴聲重新命名 接著按下右上角的輸出 就會開始製作鈴聲了 製作完畢也可以馬上設定成新的來電鈴聲 或是也可以回到設定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次新製作出來的鈴聲了 那如果這個鈴聲我們不要了 就可以向左滑將它刪除 而鈴聲只要輸出到iPhone裡面之後 剛剛在製作過程中產生的檔案都不需要保留 所以我們可以回到Garage Band對檔案長按按下刪除 而手機鈴聲製作App就在列表上面向左滑 使用這個App步驟真的是省得非常多 接下來是Android的部分 雖然Android本來就可以直接從設定裡面 去設定自訂的來電鈴聲了 但是因為沒有提供剪輯的功能 所以選擇的音樂只能從頭播放 所以我會建議下載音頻剪輯器這個App 介面也比其他同類型的App 看起來好看的不少 打開之後點選右上角的音頻剪裁 接著選擇放在手機裡面的音樂 就可以開始進行編輯了 除了大範圍的拖拉以及微調改變長度以外 也有提供了彈錄跟彈觸的功能 比較特別的是可以改變音樂的大小 如果你原本的音樂檔的音量比較小一點 就可以透過這個功能將它放大 完成之後按右上角的保存並且轉換 就可以直接設定成來電鈴聲 鬧鐘 提示音 或是指定的聯絡的鈴聲 無論你拿的是iPhone還是Android 有了上面這些App的幫忙呢 剪輯並製作鈴聲就會變得非常簡單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by bwd6